贝利亚最近学会了一个绝招 这个绝招叫做盾地术 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在遗土里来去自如 很少有人能够发现 完蛋了 他不会用这个绝招去偷袭赛罗吧 贝利亚利用盾地术悄悄地来到了赛罗的家里 他准备抓走小赛罗 风马此时在赛罗家里做客 赛罗正在锻炼身体 根本没有发现他 贝利亚正好从风马的凳子下面 偷偷地露出了脑袋 就在这时 风马居然放了一个屁 一个非常非常臭的屁 贝利亚强忍住要被臭晕的冲动 拼命地钻入了地下 疯狂地逃了回来 风马这个屁放得太及时了 太赞了小伙伴们 给风马几个红心支持下吧 风马你大爷的 你是吃了熬里给吗 怎么放的屁这么臭 害得本大爷差点被臭隔屁了 第一次行动失败了 为了防止发生刚才那种意外 贝利亚套了一个狗头头套 然后又偷偷地潜入了赛罗的家 他慢慢地从地下一点一点地露出脑袋 完了赛罗没有发现他 而此时小赛罗又刚好走了过来 贝利亚心里得意极了 小赛罗本来在家里找足球 结果看到地上有一个像足球一样的狗头 冲上去就是狠狠的一脚 只听着啊的一声惨叫 贝利亚的脑袋被小赛罗狠狠地踢了一脚 被踢得晕头转向 要不是他顿地顿得快 说不定就被赛罗给发现了 他大爷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小赛罗没抓到 脑袋还被踢了一个大包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的老瓜子被驴给踢了 小朋友们认为贝利亚活该的 就给他抠狗头吧 祝他天天走这种狗屎运